品牌 品牌它对于消费者来讲 就代表一个企业 它的产品或是服务的识别标志 它可以提供消费者相对于同业的一个区别 然后打造品牌 它就是希望透过品牌的计划 品牌的规划跟整体的管理 然后让品牌的印象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这样的话会影响消费者下次消费的时候的一个决定和一个选择 所以打造品牌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倾向 对企业的盈利跟永续发展非常重要 人家说天底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是建立共识 第二个是怎么样 拿钱出来投资 当然打造品牌 第一个是建立共识 每一个人对品牌的认知不太一样 怎么样让每一个人的共识 一样 这个必须要透过不断的沟通 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品牌进行推展 再来怎么样进行投资也是很困难的 怎么样从别人的口袋拿钱出来投资 因为我们的公司有95%的店是加盟店 怎么样进行改造这个牵涉到钱的投资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无息的贷款给加盟组 然后鼓励他们进行改装 经过三年的努力 所以才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建立全员的共识 让所有的同仁对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再来有共同的目标跟共同的愿景 希望我们这个品牌逐渐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建立 可以迈向国际 谢谢大家 谢谢